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會計 謝謝 時間的關係 你們把事情複雜化了 你用的公開的預算 你用的科目 是哪一個科目你把它編在那個密件嗎 這是公開的預算吧 我們處外管處的總數是編在公開預算 但是各個 對啊 你是編在公開預算啊 那你是那一次胡說八道 沒關係 你們把它理清楚 本來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如果會造成傷害 我們就要把它講清楚 再來大家可能關心這個余大雷的事情 那現在呢 被爆料的包含是 這個超級貴的沙發 然後兩樁超級貴的床墊 然後呢 藍牙音響 咖啡機跟地毯 不過就你們提供給我們的資料 報紙上面的這一些報導 跟實際上面的價格是不太一樣的 報導的價格我們可以看下一張 這個跟你們提供給我們資料是有出入的 那剛才部長也講了大概200多萬左右 但是呢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們只提供給我們在這個 1萬美元以上的項目 但1萬美元以下的私人物品的部分 你們會不會再針對這個部分進行調查 他有沒有挪用公款的情況 這是1萬元新台幣啦 不是美元 所以我們當然也讓我們外管 還有是說一定層級的主管 他有一些這個就是空間啦 可以再應除各種需求 因為我去的時候 去喊的時候 你們的確有回喊 但編密件嘛 雖然我對於這個事情為什麼要編密件 我老實說 我從法律的角度百思不得己見 但我尊重外交部 你們編密件我就把它全部遮起來 那你們編密件 你們的基礎應該是行政院的文書主理手冊 第51條 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核定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 因依法律或法律具體授權的法規命令為之 你們這次編密件的 法律或者是法律授權的法規命令是什麼 報委員喔 因為我們各個外管的經費的明細 是放在我們的機密預算的內容去表達 那這樣子的表達方式 其實每年都有經過大院審議同意通過 那所以我們送給委員的資料 我們是依照行案規定 我們還是回到法規來講 那請問法規的依據是什麼 我想經過大院審過的預算 放列在機密預算 它本身也具有法律的效率 好 我這樣講好了啦 你說列為機密預算 那隨便把它露出來 有法律的效率 沒有關係 你做這樣子的說明 法律上面站得住腳站不住腳 大家可以進一步討論 咖啡機一台多少錢 會不會揭露整體配置 會嗎 他說不會 我想應該也不會 所以咖啡機一台多少錢 是可以講的嗎 是嗎 咖啡機一台多少是可以講的嗎 是啊 沙發一套多少錢是可以講的嗎 他講單向 因為這只要不涉及整體預算結構 我們整個外管的預算的配置 我們採購上線的金額 按照目前外交部的規定是多少錢 還是這也是外交秘密不能說 目前沒有規定啦嘿 所以沒有上線 沒有規定上線嘿 這樣合理嗎 部長你覺得 每個個案都要去討論嘛 因為他當地的物價 沒有我現在沒有在跟你討論個案 我現在在跟你討論規定嘛 我跟委員報告齁 採購的金額如果沒有上線的話 那就是不管買多少錢全部都合法 因為沒有上線啊 他有一個他要去申報跟那個 他有一個合可的過程 是啊 你申報合可就要按照規則嘛 所以我才問你規則有沒有上線嘛 他不是一個一條線那個死的 他一定是很量各種情況 各國的物價 然後我們的這個我們的會計 時間的關係喔 你們把事情複雜化了 你用的公開的預算 你用的科目是哪一個科目 你把它編在那個密件嗎 機密嗎 這是公開的預算吧 報偉喔 我們住在管處的總數 是編在公開預算 但是各個 推案你是編在公開預算啊 那你是在一起胡說八道 對不起 沒關係 你們把它理清楚 本來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大家在質疑 不管是朝野的委員 大家都希望把它理清楚 如果會造成傷害 我們就要把它講清楚 可惡 警告 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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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梅 聯機 聯機 聯機